歡迎喵喵 大家好 哇 今天非常的可愛耶 有一個小公主的感覺喔 好 最近有什麼新的下一部的一些演出啊 或是有什麼新一部的動向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其實之後會有新的作品 在歌曲上面的作品 喔 對 那就是現在還在保密的階段 那希望到時候出來之後 大家會多多支持 然後還有十月份 就是我今天拍的電影 剛剛想要弄場要上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你手上有帶了一個戀愛魔鏡耶 這有什麼特別的玄機嗎 嗯 其實就是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戀愛魔鏡有多麼的神奇 我請來了我的一個好幫手 一個魔術師 然後讓大家知道 戀愛魔鏡到底有多厲害 喔 為了讓我們有了很漂亮 我們今天去給我準備特別的禮物 但是我們要搖好像沒有很喜歡耶 沒關係 大家來看一下喔 大家來看一下喔 大家可能連什麼都沒有 當然絕對不能少了 有美穩喔 賦予她十一級的魔力 太大了 快再高一點 我們光潛生日最興取出的厲害魔鏡 蘇姨出現了 我要講一下今天生日耶 對啊 你們要怎麼過啊 什麼生日願望啊 我的生日願望其實就是希望在明年 可以買房子 然後趕快讓我弟弟妹妹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間 或者是就是可以當包租婆這樣 那今天生日其實就是一整天都在工作 然後等一下晚一點是回去要陪媽咪啊 對 有沒有覺得公司對妳太殘酷了 整天都在什麼工作 其實不會耶 我覺得生日有工作 我不知道是一個迷信還是一個 就是人家有一種說法 就是生日一定要有工作 如果你把生日的工作推掉的話 你之後就是工作都會沒有 對 所以我還蠻相信這件事情的 所以生日的時候 我還蠻希望可以就是一直工作 就是工作一整天 對 有拍舞劇組拍戲嗎 喔 劇組早上六點的時候已經拍完了 就是對 拍到剛剛中午 然後就直接過來這個記者會 那有被二整 喔 昨天有 對 就是昨天我們在拍外景的時候 然後就 因為那場外景之後 我跟小豆哥兩個人 然後沒想到Venez跟喬他們也跑過來 然後因為我們是遮黑拍嘛 然後他們就站在黑布的外面 我們站在黑布裡面 然後導演就跟我講說 妳等一下就看那邊看著 然後就3 2 1 然後我很認真的要演 之後後來他們把布幕拉下來 就發現全部人都在後面 然後拿著蛋糕然後幫我傾身 其實還蠻感動的 因為他們是特地跑過來 對 當下其實有嚇了一大跳 因為黑布扯下來的那一瞬間 我以為是房子要倒了之類的 對 但是就是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們沒有戲 還特別跑過來幫我過生日 對阿 然後他也有 就是小豆哥也有送了我禮物 這樣 什麼禮物 因為我有說過 因為我希望可以在今年的夏天 趕快學會潛水 然後他就有送我了一個那個潛水的禁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那個管子 對這樣子 剛剛有說想買房子 有沒有留個願望給自己啊 留個願望給自己喔 其實買房子是我自己的願望耶 你會不會的弟弟妹妹 一點點啦 但我私心其實比較重 我就是希望可以住大一點的房間 留給自己的願望喔 我希望我工作就是 可以越來越順利啦 對 然後可以挑戰很多 感情的事情 現在就是先放一邊 對啊 我覺得 沒有感情會比較專心的工作啦 對 而且其實在戲裡面 就可以享受談戀愛的感覺了 有沒有人借著你的生日獻殷勤啊 借著我的生日獻殷勤 目前還沒有 但歡迎大家來 就媽媽有沒有說 小時候怎麼照顧你的身材 才會照顧你的獻殷勤 是有喝還是怎樣嗎 其實 媽媽沒有特別照顧啦 但是我有發現 其實從飲食上面 就是還蠻重要的 就從小我愛吃的東西 就是有膠質的東西 而且我真的要告訴各位女生 你如果希望可以讓自己 有比較豐滿的身材 就千萬不要害怕會變胖 對 就是二選一 你要嘛就是很瘦 那要嘛就是有豐滿的身材 對 然後從食品上面的補的話 就是 大家就是 每個月的事物都要固定喝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在飲食上面 選擇比較多膠質的東西吃 對身材也很有幫助 最近會有驚動的困擾嗎 其實我之前有 對 然後國中的時候 媽媽有幫我補 但是就是有一搭沒一搭 因為我就是 有時候會不喝嘛 那到了近期 我覺得吃中藥非常重要 然後其實 在這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事物就是 這個東西它是 來前跟來後才能補的 在來的當下其實不能補 因為它會促進血液循環 會讓你的血液流失的很快 而且你補的營養 其實就流失掉了 所以是 我覺得來完的那一天就開始補 然後大概補個一個禮拜差不多 對 那假如之前男朋友會幫你補一下嗎 以前嗎 好像有過耶 我有就是 之前有男朋友 他是會拿中藥來 對 然後就是會先請中藥店的人幫我煮好 然後拿著給我喝這樣子 對啊 那你經濟的時候會發脾氣嗎 會發脾氣嗎 我覺得每個女生應該在經濟的前後 都會有脾氣在吧 對 那就是我覺得男生就是要貼心一點 而且女生在那個來的時候發脾氣 好像蠻容易得子宮癌的 或者是長子宮瘤 真的 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所以千萬不要在你的女朋友生理期的時候 跟他鬧脾氣 對